总统府内假期荣耀剑门 迎接奥运英雄要用最高规格 总统府变身派对现场 不但有纪念品手座区 还有高四米宽七米巨幅插画墙 府内派对下午一点开始 接着接见和大合照 府外英雄游行三点出发 重庆南路两点开始交管 襄阳路以及管前路英雄谷 两点四十五分起交管封路 并弹性扩大周遭管制 奥运游行的重头戏 就是在管前路这里的英雄谷 到时车队经过两旁民众 会夹到欢迎并撒着纸花 而今年跟以往不同的纸花 其实别具异议 因为他们融入了主视觉的 三元色还压上日期 但我想要来看 有特别想看谁吗 玉婷 英雄谷周边架起转播荧幕和栅栏 到时选手游行将乘坐国军 轻型以及中型战术轮车 以及观光巴士 不过若下雨是否有雨备方案 陆军的这个资源的车辆 我们都紧急的来做相关的雨遮 那我们也呼吁就是能够前来 为我们英雄喝彩的朋友们 也记得要自备雨具 提醒民众背脱雨具 不过这回台湾以中华台北名称参赛 喜欢和不喜欢民众都约四成 差距不大 进一步分析39.9% 认为最好的名称是台湾 支持中华台北的只有8.8% 呼吁名称为何 荣耀时刻 国人都想共襄胜举 TVBS新闻无可言成员庭台北中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